你已經說記憶遊戲的部分嘛 然後到時候還會再來 是不是 然後到時候再來他們再換另外一種服裝 欸 又沒看到 然後再賺一次錢 這就是行銷嗎 秋葉遠的 其實我去過一次耶 可是他不接 他不接外國客人的樣子 這怎麼獵物是不是 有氣場 魂籤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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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起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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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個人被我卡在這都沒在修 剩那個明明在修 好啦 至少明明有做事 修開一台了 這邊就是要果斷直接放掉這一台喔 這樣補是沒有用的 我這邊再畫一個災禍 我看你們前面修的都白費了 你說那個阿德嗎 站在旁邊 我站在旁邊 可是我想要當作沒看到 他就會繼續盾 你懂我意思嗎 這樣我才可以回房去打他 我假裝先追一個人 那另外一個人就會繼續修 啊如果我先追了那個阿德 那另外一個不就跑油 我就掃上一刀啦 這叫眼 影帝 我很常這樣阿 就假裝自己沒看到 但其實我知道大概人在哪 除非他真的 心理層面也比我高一點 他知道這台不能留 那就是算他厲害囉 這叫老謀生算 怎麼可以說我心機boy 這個武器好像真的有點太大了 有點擋視野 卡住了 卡住了 剛剛卡住了 但還好這邊他也失誤了 他多繞了一圈 連炸了一個點 很奇怪 有一個人跑過去救我給他救 我想要看一下這台 他們都沒有催新的進度的樣子 還是其實在催大屋 都沒有催新的進度 那不知道他們剛剛都在幹嘛 可能在補血吧 我猜 他跑人怎麼不見阿 有進櫃子嗎 幫我拿跑沒看到 真的有人進櫃子耶 可是我沒有 我沒有打到他 我沒有打到他 沒有人想修了 我們打這個 我大概知道什麼東西了 推櫃 OK 他先推了也行 倒的太明顯了 你知道嗎 那剛剛他的確有進櫃子 只是說 他先出來了 然後隔壁是有人的 被撞到有陰影了 他們的確在推櫃 好長這塊板 沒辦法 想說有一層沙爐 偏偏看 太長了這塊板 腦袋刀 很大顆耶 很讚耶 大德都走這種很強的點耶 張圖偏人或偏鬼嗎 我目前覺得是 比較偏 偏鬼一點 他地圖比較小 人類很容易迷路 人類很容易迷路 但他也很影響 一些殺手操作 所以其實也不好說 這地圖還不錯啦 其實就蠻鬼的 就是等於說 走路鬼比較適合一點 然後他這個地圖 只有大屋牆 還有小屋 其他都不太強 其他都不太強 我一本以為他還是什麼騙貴之類的耶 敢這麼明目張膽翻 我也第一次看到 這兩個柜子就不知道 看不太懂 我都直接砍了啦 我沒有在那邊跟他拚拉拚 阿啊 我沒有爹哈 有沒有記得 撚忍啊 應該都沒了吧 我的10秒應該也過了 誒? 加兩百 好 加兩百五 一個推櫃 兩個推櫃 三個推櫃 四個推櫃 還有四個丟石頭 難怪我想說怎麼會有奇怪的爆點 還有 氣場 氣場提示 他們四個人都在一模一樣的套路 我本來是想要專心顧好資材 有個連山可以鎖揮手不鎖連山 XDDDDDD 可以 丟石頭 一百分 我被聲咚集吸到了 太可爱了把对纪